对于失智症的治疗保健 其实在坊间有很多似是而非的 一些迷思 我们也来来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 第一个 喝咖啡喝茶 可以预防失智症吗 王医师 是 那我想他应该是在强调 去有解腻的部分 但是因为毕竟咖啡跟茶 他们含咖啡因属于比较刺激的饮料 所以在摄取上面 其实我是建议要限量 那反而不如从一开始 在饮食上面就尽量低油健康 就像我们刚刚提过 情况一样会比较理想一点 对对对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要多喝茶 然后想说这些东西 是不是可以刺激一下脑部 其实在这边来说 他朋友咖啡因茶检 对我们的脑 预防我们的血管变性 是有帮助的 尤其是这种血管性的失智症 是有一些辅助 可是不能过量 过油不及嘛 所以还是要适量最重要的 所以适量是可以喝啦 对不对 但是不能过量 好 再来天然的椰子油 可以缓解失智症状吗 王医师 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吗 是 可是就我个人来说 我是持反对立场啦 因为椰子油它属于饱和脂肪酸 其实它会累积 那反而长期间 大量摄取那种饱和脂肪酸 反而会让血管性失智症的风险 更增加 这我个人的观点 所以罗医师你也不推荐吗 对 在地中海饮食 他强调是橄榄油 而不是椰子油 还有不饱和脂肪酸 Omega3的 而椰子油本身是饱和脂肪酸 比较多的 好 再来 高学历的人 是不是比较容易得到失智症 有这样的现象吗 其实高学历在我们的研究里头 它反而是一个保护的因子 那如果它不是高学历的话 它搞不好早个五年十年 它就开始失智了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保护因子 所以应该没有这样的说法 其实像陈鲁刚刚秘书长提到一样 因为危险因子叫什么 就是低智章 它其实是个危险因子 但是我想今天 并不是说高学历 就一定完全不会有事 它还必要考量其他部分 包含说你会不会比较 个性力求完美 然后还有就是说会不会过度焦虑 还是比较负面思考 因为这些其实跟焦虑 跟忧郁症会相关 所以高学历的人想的比较多 好像想的比较多的话 思考的东西当然是很多 它会常常动脑 可是想的太多的话 它也会导致它的个性 可能变得比较忧郁 比较固执 对不对 实际没有错 可是就之前的研究来讲的话 反而是比较鼓励多动脑 多动脑 就是多思考 多创作 这样的话反而比较有机会 可以远离失智症 像之前明尼苏达大学 他们的研究里面就发现 就是你在作文里面 就是用字潜词 比较复杂的个案的话 其实它到晚年的时候 发生失智症机会是比较低一点的 好 卢医师 所以你应该不会有这种风险 因为多用脑 我们常调就是说用尽废退 你有在思考的人 你会发现你的 他的脑 属于老年性失智症比较少 可是长期用脑过度 情绪紧张 我们刚才知道情绪跟个性 你会发现它血管性的病变也是有的 那血管容易出这种发炎 所以常常脑力工作者 你还注意你的心脑血管部分 有没有一些血栓啊 血管阴滑的问题也是要注意的 好 最后一个性格固执 吃软不吃硬的人 比较容易有失智的症状吗 我觉得这部分 可能是机身诞诞诞生机的问题 因为有些时候失智症早期的时候 他个性会变得更为固执 所以他是因为得了失智症 他才变得个性比较固执 因为失智之后会把一些 以前的一些不讨喜的个性 给更加放大 这就是可能性的 好 那最后秘书长 如果说家里面有失智患者的话 是 其实家属是非常辛苦的 那希望家属尽量能够走出来 有任何问题 打我们的0800专线 0800 474 580 他原谐音是 失智时我帮您 所以希望家属们都能够走出来 使用这些社会资源 最重要是家属要有耐心啊